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呢是我和福哥结婚的第十年了 这一次的离别呢也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分开这么久 其实一开始他不在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们家里的卫生间终于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厨房呢也不在水漫金山 睡觉的时候呢我想怎么滚就怎么滚真的是快活得不得了 但是这段快乐的保质期估计也就20天吧 现在呢我总觉得身边少了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吵吵架啊 打打闹闹的 而且我们上海的蚊子越来越多 以前福哥在的时候呢他们就只知道咬福哥从来都不咬我的 他们可挑食了只喝进口血 现在呢我身上真的全是我自暴 你们呢和你们的另一半分开最长的时间是多久 最想念他们的什么 快来给我留个眼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吧 有点多分 1,2,1 我们爱因斯坦真的 他就是对树枝情有独种 我要气死了 我就为了出来溜这只狗 然后我的腰是忘记带了 现在要等家里人闪送给我 都是你 你还不高兴吗 都是因为六年 好 谢谢 你们看好我们家爱因斯坦 我不叫他吃 他是绝对不会吃 而且我一定要喊OK 他才可以吃 如果我喊O 他也不会吃 我喊K他也不会吃 只有OOK他才会吃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啦 来一下 O K 有没有吃啊 有口水都掉下来了 我来说 阿伊斯坦 OK 哈哈哈哈 你真乖 我们叫宝贝 真乖 虽然呢我现在是挺想福哥的 但是呢我一直觉得在我的生命里 爱情和婚姻并不是我的全部 我还有家人啊 我还有朋友啊 还有我的事业啊 只有这些事情全部加在一起 我才觉得我的人生是快乐的 是完整的 虽然有时候呢是有些孤独 但每次呢只要见到我爸妈呀 见到我朋友啊 学习学习啊 健身健身啊 我觉得自己也过得挺充实的 今天呢我还约了我的心理医生见面 那他呢也是这段时间陪伴我最多 给了我很多力量的人 好吧我发现是一只鸟 这里呢就是我的一个小公公 工作室啦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房间 特别的安静 这里呢也有很多我很喜欢的电影海报 是不是很赞 这一面呢就很特别 上面所有海报的电影都是悲剧收尾 这个呢就是我一直想要提醒我自己 生活中呢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呢也不是因此会阻止你去成为一部绝世佳作 OK那这一面墙呢就很特别啦 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都是福哥送我的海报 是各个版本的天使爱美丽 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部电影呢 首先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拍摄手法非常的特别新颖 其次呢我还觉得这个女主角和我很像 我们都很喜欢乐于助人 表面上呢大大咧咧 但是内心呢却非常的细腻 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吗 那这一排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哈哈你们猜猜看哦 猜出来我请你们吃饭 这边呢本来有一个非常大的镜子 但是呢我后面把它搬走了 因为呢我这个人非常的臭美 一直要照 非常影响我的工作效率 所以我就把它撤了撤了撤了 这边呢就是我的一个会客区了 然后我们会在这里聊聊天 OK我的医生来了 我现在去接他 Hello 我是其实是life coach 然后就是人生导师算吗 然后他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教练 然后我之前是读心理学 然后跟冥想心理学 还有教练 主要其实我关注的之前是 就是career这一块 对 但现在其实就是我们聊到现在 也发展到就是整个人生 都可以聊 对 其实我之前我也跟他说过 我其实还有一位心理医生 然后他是专门负责我心理上的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发现跟你就特别有缘 你不但就是帮助我找到了我的一个职业目标 跨越了我的一个人生瓶颈期 然后我现在觉得我有什么任何心理上的问题 我都想第一时间跟他聊 所以之后我们也会出一些就是关于心理问题上面的一些视频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你们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想问我们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个言或者私信给我 好吗 我们下一次就做一期视频来回答你们哦 以前和福哥呢 最喜欢在这里买一杯咖啡 因为这里呢也可以带狗狗进来 所以我们经常带爱因斯坦过来 和其他的狗狗玩 但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离开了 虽然说现在这里人还挺多 但总感觉没有之前的这种热闹的气氛了 哦 尤其他来的气氛 都乐意 来 来 来 他谁出来了 他看到你他就知道他死耳朵了 是不是这样 你快要躲到那里下去去 Einstein 你这样躲着没有用 我们要经历这一步的 你知道吗 快 人家医生很忙的 宝贝 来 我瞅一眼 鱼鱼鱼鱼 干什么 我好想看 叭叭叭叭叭叭 对不对 这么乖的吗 你看 你是狗子们的榜样 知道吗 对不对 标榜 标榜哦 谢谢医生 拜拜 再见 我每天都很漂亮啊 你这什么话 嗯 好的 我今天拍了一个视频 就会很多人问我 我一个人在上海 就是没有你 我的生活怎么样 所以我就把我一天的生活 都拍出来给他们看 我可以回答 我可以帮你回答 是吗 非常的滋润 非常的滋润 对呀 我有时候很好奇 为什么有些人 我可以帮你回答 因为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大人 然后中国人是你的老家 然后德国是我的老家 我们之前是最多六个月 没有看到对方 那是很早 那还有我们还没有结婚前好吗 在那个时候 热恋期不是 就想看到对方吗 还好吧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 而且他们还说 担不担心福哥会出轨 大哥 我住我姐姐家 可以睡个好觉 我已经不开心 大家五个孩子好吗 园子上 无论你在不在身边 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 我认为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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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动啊 Oh my god 今天这个surprise真的是 太让我感动了 真的太感动了 我人生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祝福 真的太开心了 其实本来我想的是 我今天晚上就可能一个人 在家里面坐坐瑜伽 看看书啊 再去遛遛狗啊 然后今天的这一天就完了 但是没想到收到了这么好的一份礼物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好那你们真的也不用担心 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怎么样了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被爱围绕着的女孩 想福哥的时候呢 我也会跟他视频视频啊 也会发发私房照啊 那在这里呢 我也很想感谢一下福哥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互相信任 互相鼓励 我们从无到有 也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人生中的大起大弱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已经三十几岁的人了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 我们都是独立成长 又互相扶持的个体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也不担心他会出柜 因为呢我很信任他 也对自己有自信 通过这段时间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就算我一个人 我也会活得很精彩 很坚强呀 更何况我现在身边 还有这么一群可爱的朋友 可爱的家里人 真的好幸福 OK 那今天我一天的生活就和你们分享到这里了 我现在要去好好陪我的朋友们了 你们可以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吗 快来给我留个言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爱你们哦 下一期视频再见 现在是上海的凌晨几点了 来看看3点05分 3点05分 我们还在哪儿 还在海 在987 Let's go 欢迎你们下次来这里玩 好嗨好嗨 我现在真的有一点我觉得我自己像一个 我真的觉得你本人这个里面要好看太多了 真的 可惜他们都看不到我本人的样子 真的他们 我感到太多了 真的 不过很多东西 我想要送我 尽管一下 我想说 开门 你最后 我们不用哭了 很漂亮 我们在珍珠 ?